林彩新,衣锦还香,荧幕情侣无私嫌,亲打精力汤喝浇杯。 创作歌手林彩新金,31日,在台大体育馆后台咖啡举行个人首场音乐会《争忧而生》,她16岁迁路唱片公司,但歌唱路不顺,接连被两家公司解约,后一女团Rumi发片出道,并单愿主唱。 但6年前因公司改组解散,她胆打独斗带助金友的台币2000元,赴上海打拼,凭娇好的唱功,在节目《中国梦之声》唱出一片天,开始独立数位发片,如今她将这些上线单曲集结成集,带助首张实体专辑声优反台宣传,可说是一锦还香。 她的好友吴思贤,小月,特地亲手打了精力汤,带来现场跟她喝交杯,共演小时代音乐剧的两人,当时有床东的亲密画面,金笑乐还带来吻欣喜库练两个月的彩妆记忆,帮彩新涂开红补妆,可见两人好情意。 此外,林彩新的大陆导演男友吴斌野外相随,特地飞来台湾助女有一臂之力,甜蜜指数爆表。 林彩新处女唱坦言很紧张,这几天都无法好好睡觉,不但浅眠,还得咽喉言,未怕破音,这五天把泪固醇照三餐吃, 其实,期间看了两次医生,就是务必把喉咙顾好。 虽然导演男友吴斌虽是在测,但他说反而压力更大,因为生活白痴的男友,平时很幽默,但对工作要求甚严,牵扯到工作会很凶,尤其很多首词是他写的,他对词有洁癖,唱错或妄词可是不能接受的。 并说练团时男友发现他落词,就瞪了他一眼,还会舍舍面,你这样当什么歌手。 林彩新虽觉得压力宝棚,但还是把吃苦当吃补,觉得有督促自己的另一半,远比放纵自己的还幸福。 林彩新因主演小时代音乐剧,而云演他男友的吴斯贤变成好搭档,这对荧幕情侣私底下以姐弟相衬,被问到当时有无亲密戏。 彩新说最亲密的戏份应该就是床东难目,会不会把头凑上去接吻。 他笑说,小月都叫我姿姿,拿亲的下去。 并把据说不敢挑战小月的广大粉丝。 小月在新戏中饰演彩装师,他今站台力挺林彩新,不仅带来手打精力汤被拱喝胶杯,还小事伸手,帮彩新不再红,化纯密,专注又帅气的模样,令全场最新。 有趣的是,小月在尽情挥洒的过程中,突然轻声对彩新妹儿妹儿,让林彩新笑场徒手劈了小乐一下,事后林彩新还原现场,说小乐帮他化口红时突然调皮说,奶中午吃了什么。 让他当下忍俊不住,娇琛打了他一下,也谋杀不少底片。 林彩新举办个人首场音乐会《声忧而生》,将《声忧》专辑里的好歌都郑重演艺推荐, 约逐书《来不及再见》,《追风筝》,《一秒时光》,《蜜语》,《可乐》,《如我》,《两万城》,《就是这样》等,让粉丝陶醉听出耳油。 此外,他也演唱名曲《新强》,环键盘自弹自唱《北极熊》展现才艺, 而嘉宾《星光舞班冠军孙子佑》也跟他合唱一曲好聚好散引起轰动。 Rumi时期的好姐妹米菲和Amber也来到现场,让粉丝惊喜不已。 Rumi时期的好姐妹